全淡水最好吃的蝦餅 我知道我是哪個東西 大家好 我是賴思雨 這次連假我來到淡水小街 這以為也太多了吧 今天有點可怕 我已經不知道幾百年沒有看到淡水老街的人那麼多了 然後我今天找了一些就是我比較喜歡吃的東西 喜歡帶大家一起去吃 我最愛不多說我肚子實在是太餓了 Let's go 我跟你講你今天人那麼多 然後你穿得這麼正式 這不是很度假風嗎 有點太爆了 等一下可能一度太厚了 一直在看你了 這才好就是他讓人家走開 那我們第一站你要先去帶我去吃什麼 我剛剛想到一個我覺得很好吃的東西 我們先去吃那個好不好 好啊對啊 我覺得是淡水最好吃的花枝丸 就是在這間廟的旁邊 那個 這邊來這邊 你要加什麼啊 我加我加 然後這幾位淡水必吃的花枝丸 我吃一碗 後面 來一隻二十 淡水最好吃花枝丸 你覺得好吃嗎 我覺得是在淡水好多喔 以前沒有看過的東西喔 五十一百 啊 看到了 五十一百 買四送一 五十一百 買四送一 然後你來吃他送一 然後你來吃他送一 五十一百塊 你要幾塊 我要接莫胡椒 買四送一 胡椒是食物自由 有 又到了上一個我要帶你吃的東西 太可愛了吧 但我要先帶你吃這個 因為我這次發現了新東西 好像很少的地方看到這個欸 它前面一條的地方 吃起來很Q很脆 因為它有那個 叫我們吸盤的地方 吸盤的地方都會烤到脆脆的 我覺得你後面吃起來 一定會很像那個干貝 真的我覺得 你吸一口很香 比較Q的干貝 跟我想像的跟它一樣 是不是 但是有點像干貝 就脆脆的 嗯 但是因為它把它切成這樣 所以吃起來會有一點像干貝的 樣子 但是吃起來比較Q比較脆 我覺得這很好吃欸 但是 微微偏貴 對 一隻巴士 然後現在大家要排那個 調卷 他們現撈的調卷 這超好吃欸 妳有吃過真的嗎 沒有可以吃 謝謝 它那個湯聞了都覺得香 終於買到了 我自己喜歡吃比較原味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就要加個胡椒就好 就是這個味道 我跟你講大學最有名的餅店 就是這間 漸層餅店 特別有名 它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妳有吃過嗎 可以吃一個 好鬆喔 而且重點是它最天氣的地方 就是它會把那個梗都把它 弄成這樣 所以人家吃的時候很方便 好多人家排隊 看到很多人排隊就想要排 就是其實 兩杯四十給你收 兩杯四十吼 給你收了 我覺得這裡的價格也很適合 每次才十五塊 然後蜂蜜紅茶才二十塊 我覺得我最近越來越會挖一些便宜的飲料 它這個原價一杯十五塊 然後 這算是大杯的 然後大杯的加五塊 所以才二十塊 很好喝 我們再點蜂蜜紅茶 先喝喝看 它真的是 真的自己煮的紅茶 它真的很好喝 自己煮的它連茶都還有 重點是 因為它會煮肉擠奶 所以它還是有點熱熱的 然後接下來我要帶你們去一間 它只有半瓶 它的那一間店就是半瓶錯 它只有半瓶這麼大 就是很小很小一間店 但是它的米腸跟米粉湯超好吃 你喜歡吃米腸嗎 好好 但我覺得今天這間米腸應該會讓你驚豔 因為我平常不愛吃米腸的人 我都覺得這間米腸很好吃 我們非要不多說走吧 最近有特別賣一個我覺得蠻特別的東西 就是豬眼睛 豬的眼睛 你有吃過嗎 沒有啊 會想吃吃它嗎 完全不想喔 喔好吧 然後還有賣老鼠肉 老鼠肉是什麼 老鼠的肉 開玩笑的吧 我看到了 它上面有寫 對 它其實是那個豬的某個部位的肉 但它上面就寫老鼠肉 大家可以看一下 negoc 對 多大小心 就是每隻眼睛60 對呀 還蠻酷的 很酷的 那豬米腸看起來厲害 對啊 豬米腸很好吃 幫你們先吃一塊 坐 他煮的很熟很透耶 而且他們的肉米糖都是質地罐的 給你們看一下他小份其實就有很多了 真是小份 他裡面有很多的那個什麼油蔥的香味 像有一些肉米糖吃的就是那種淡淡的沒有味道的那一種 但他有一種香味蠻重的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再來是他們我們剛剛看到的老鼠肉 我今天叫他把那個醬加在裡面了 他豬里肌不老耶 有些豬里肌吃起來很硬 可是他不會 你有感受到我很愛吃米粉湯這件事情嗎 好像有喔 所以這個天氣這麼熱你還吃得這樣 今天沒有很熱啊今天天氣其實很舒服耶 大家看我頭髮都知道其實 今天風蠻大的其實蠻涼的 其實蠻涼的 今天風蠻大的其實蠻涼的 高蛋注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了今天我最愛的店 它其實原本一開始只有賣冰而已 然後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實今天超多人吃冰的王冰台 超多人吃冰的 但是因為自從它開了這些可麗品之後 我就真的是跟裡面的可麗品談上了戀愛 我們一般的可麗品是脆的 然後其實是可麗品它是軟軟的 但是魷魚裡面我想吃的都賣完了 這個是我每次想吃的都吃不到的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賣的都特別好 所以今天叫什麼原味 原味 因為它其他的就是 我想吃的一定賣完了 久等啦 我們的可麗品 它雖然看起來很無聊 但其實它很好吃 因為你點原味了 對啊 就什麼都沒有加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皮就很好吃 這有點難跟牛的形容 你看 它就是這樣QQ的 一點脆都沒有 但是它就是因為QQ的所以很好吃 這很難形容 我覺得這真的是要自己吃過才知道多好吃 我今天一開始聽到 這隻可麗品是軟軟的 我完全無法想像 因為我不喜歡那種脆脆的東西 然後泡成軟軟的感覺 但它不是 它是真的很好吃 而且你不要想說它原味 我剛剛不是有跟你們講說 它是整塊那個奶油下去塗嗎 整塊都是有真的是奶油的香氣的那種 沒有再客氣 然後再來是很棒的地方 它在這邊它的用餐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後面是它的那個冰店的地方 然後它用上去這邊就可以直接看夕陽 好好吃喔 幸福喔 我最喜歡吃那種有一點甜甜 然後又不會太甜的東西 你想吃嗎 可以吃一小塊看看 來 還真的蠻小塊的喔 這一個是全蛋水最好吃的蝦捲 它就是唯一 它的筆炸起來就是很像餅乾一樣 又脆又酥又軟 然後再加上你撒胡椒的話 就有一點像胡椒餅 然後只是它中間有包那個就是蝦漿 所以超好吃 而且這一間 我記得它是很老很老的店 不然也是五億間 然後看到人家介紹 然後才知道這一間這麼複雜好吃 一顆十塊 對 然後一串三十 有聽到黑嗎 我想要讓你聽到那個有多脆啊 我想要讓大家聽到這個有多脆 多像餅乾 超脆的吧 你那邊有聽到嗎 你那邊有聽到嗎 有啊 我這邊聽到啦 然後它裡面料也超多的你看 它只有頭跟尾是脆的 然後其他中間全部都是料 我剛剛都被自己的介紹感動到 原本我們想說 有點吃不下兩個人吃一串就好了 但是我還是被自己感動到 我幫你收那個 然後再吃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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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脆的 是不是像胡椒的餅乾 很好吃耶 你有吃到裡面的肉嗎 有啊 你覺得它像什麼 可是胡椒餅的皮比較厚 然後這個就是 小小捲的胡椒餅 嗯 很滿好吃的 超好吃的吧 嗯 而且一串三十我覺得很不貴 我吃到我的奶都是 我剛剛在走路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媽媽 我看到我然後在那邊 噢 是嗎 管你講什麼 現在好像是阿宥尾牙這樣 然後經過然後看了一下我的奶 然後阿宥尾牙 好 打眼 而且就這麼近的距離喔 這邊超多人家那個 胡椒會爛刀的耶 對啊 然後每個都說 每個都說自己去上司 對 我好像覺得很奇怪 我們就記得以前我來降學的時候 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哈哈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有一間 賣草莓乾的 我現在要來去找找看 好啊 如果找不到的話 我覺得我們今天差不多就是這樣 好 你再拿一個 250 你在幹嘛 一個給幾隻 一個給幾隻 手機張的 超好吃的耶 我在想要買袋裝還是買白裝 不要放冰箱 冰箱容易潮濕喔 乾燥的東西都放潮濕 愛你 為什麼 好吃 很好 很難看 好 好好 感谢观看